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公安部门的介绍 事故是商煞一层东南角的中转库房里头空调电源线发生短路 引燃了周围的可燃物所致的 截至到目前有16名伤员当中的9人已经出院了 其余7名伤员也已经具备了出院的条件 10名遇难者的遗体已经火化 另外从公安部门传来的消息 最近有个别网民在互联网上编造传播谣言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根据已经查清的相关事实 公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造谣传谣者进行了处理 当事人已经承认夸大了死亡人数冒充武警以及目击者来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事实 也表示了悔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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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